新美学淡水渔人码头凌晨发生了见血冲突 少年追求女子不成 发现他跟前男友外出 一气之下撂了十个人 持刀刺上了行敌 而另外在三重呢 则是有男子多次施暴 女友心碎提出分手 男子心有不甘去堵人 还是扫把当街攻击 警方货报到场将人压制逮捕 站间我看一下 站间我看一下 我跟他说 等一下 男子情绪火爆纠缠着前女友 不知道上班地点堵人下班 报案人还说他是扫把 攻击前女友 警方挡在中间 但男子硬闯通过 出手要前女友跟他走 但女子早就吓坏了 危急时刻警方压制歹人 我们都已经在处理了 你还要突然这样子 你刚才已经攻击了 他密录器都被你弄掉了 我小店老被你弄掉了 事发在新北市三重区 男子先前就有施暴的前科 跟前女友交往后又动手打人 前女友分手想要脱离他 没想到男子不甘愿 殴打前女友 结果招逮送半 恐怕致上伤害 以及妨害自由官司 另外在新北市淡水区 则是有感情纠纷 酿成 见血冲突 被攻击的一方 杀在原地 只知道朋友被砍 而在混乱中 他们身上还沾到了血机 新北市淡水 渔人码头情人桥 22号凌晨 嫌犯得知心上人 又跟前男友 以及好友外出后 促进大发 竟然料来十名好友持刀蟹攻击 砍伤了女子 前男友的臀部 谈感情本该甜蜜蜜 没想到遇到不如意 就失控动手伤人 管不住脾气 这下即使狼友情 媚恐怕也真的无意了 记者身上杨文豪胡卫伦 新北市报道